跨年刚过 娱乐圈就爆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 那就是主持人李湘在一家高档餐厅吃了三个价值400元的包子 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 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吐槽和批评 这个包子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让李湘花费了这么多钱呢 而李湘在这个时候炫富 又是出于什么心理呢 原来这个包子是北京保利格那家的新荣记家的 是一种叫做蟹粉包的小吃 里面的馅料是用蟹黄和肉末制成的 据说非常鲜美 但是从外表上看 这个包子和普通的胡萝卜馅包子没有什么区别 让人难以理解它的高价值 李湘作为一个富婆 400元的包子对她来说可能只是小菜一碟 她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普通人 她的家庭每个月的早餐费用就要7万 她的穿着打扮也都是名牌奢侈品 她的生活方式让人咋舌 本来李湘有钱可以高消费 只要是她自己合法赚来的钱 没有人有权干涉她的花小 但是李湘在这个时候晒出这种照片 却让人觉得她很不合时宜 甚至有点不道德 因为就在前几天甘肃发生了地震 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很多灾区的人民还在苦苦挣扎 需要全国人民的关心和帮助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一个明星 李湘在这个时候炫富 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同情和关怀 反而让人觉得她很冷漠 很无情 很没有社会责任感 我们希望李湘能够反思自己的错误 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不要再做这种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明星能够有一颗爱心 有一份良知 有一种功德 不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 让人民失望 让人民愤怒 这是一个娱乐圈的丑闻 也是一个社会的警示 我们一起关注吧